曾經的一種 1 2 來了 好 別動作了 是這樣的角度 是這樣的力度 吸氣 去 很棒 看看 80%的 你記住 因為自己做 沒有了我的外來因素影響力 其實你看看已經是非常好好的效果 因為記住你們今天是第一次體驗 做到這樣的成績其實很好 拖 前爪 來的刀反而這一刀不靠 這一刀向橫走 斬不斬到不要緊 不要做錯刀法 我是喜歡劍的 我是喜歡日本劍 被日本劍的藝術品美太吸引之後 我再進去了解他裡面 原來他背後有這麼多故事 我才在裡面認識到居合 我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我不是認識這個日本師傅 是認識我香港師傅 我香港師傅和我日本師傅 本來是總部和支部的關係 這樣說 可惜當我跟香港師傅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年紀大了 退休了 教了我們一段很短的時間 就離開了 退休 直接退休不教 日本總部那邊就知道這件事 不如師傅 不如我接受教 因為暫時都沒有 因為香港都 二十年 二十多年前 都還不是很流行 沒可能突然間在日本 發生人過來教 香港也都沒有人能夠接受到教 不如師傅說 不如我過來教 我每年抽些時間過來看一看你們 你們上課的時間 要用心一點 教的時候 你們喜歡的時候 要用心一點 留意多一點 就一直教下去 到現在 居合度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種生活上的體驗 其實居合只是其中一個稱號 另外一種稱號就是劍術 劍術會對一個人有一個要求 透過這件事你會對自己去追求一件事 雖然聽起來很飄渺 或者在這年代已經很 和這年代有少許脫節 但是 反過來 它就是因為它和平常 我們生活上不同 追求的態度不同 反而你會在這裏 你會得著到一些 你平常生活 遇不到的問題 或者幫你在這裏 可以解決到 所以居合來說 對於我來說 不一定是一些技術的修煉 可能對於事物的看法 做人的看法 有些不同的得著 請坐吧 好 家光這個名字是師傅給我的 比如說師傅認定我 跟她一段時間 可以 跟她教授的事 他知道學生正確 給我一個屬於他名下的名字 我沒有問師傅的光字 你說是否中國人的解法 將他發言光大 我不敢說 可能日本人的解法不同光 刀劍本來就是你的 沒有不理的 問題是你去解釋 你現在不是去打仗 你現在只是通過他去練習 他修煉武術 你不需要每一次殺人 不需要說 因為已經不是那個年代 不是那個年代 已經過了 他的存在和殺戮血 其實扯不上什麼關係 其實背後是人控制 你的人控制不了自己 拿刀到處斬人 即使不是刀劍 我爸爸坐在刀 其實效果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 所以看你怎樣去解釋給你的學生 教學和自己練習始終是兩 fajs 但平時上課已經佔滿了教學生的時間 已經佔滿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難得今天教教假期 立刻抽多一小時自己練習 一模一樣的練習 你一定要花時間練習 工作在現代人來說是一定要的 相對地你會拿了很多私人的時間 公余拿了很多私人的時間去練習 又得又失 但換來你另一種做人的體驗 我會覺得是挺有趣或挺值得的 過了這麼久了 我會覺得我沒有浪費到 到今時今日我玩了居合 或者玩日本劍術二十多年 我還會繼續玩下去就是這個原因 盡量不要去到 你現在改了的 我看到你在改了的 但一個懷疑文的就要改了 我跟了安升大約十三到十四年 最初館長成立專武館的時候 我和其他幾個師兄 二話不說 就說只要館長你開館 我們馬上過來幫你 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 除了跟館長其實不是因為他的技術 是因為他個人的信念和他的武德 令到我們願意跟隨著他到現在 他有時做事 就是一直線 亦都不會考慮太多 他做的事都是想大家訓練好一點 很多事都是願意自己一個人撐下去 希望大家再進步多一點 他就已經滿足了 他本身一開始 他都會 你還未熟他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會不會是很嚴厲的教練呢 熟了之後發覺他都是作為一個教練 帶領大家去學習之餘 亦都會像一個大哥哥的角色 這樣照顧著我們 練習到樽頸位的時候 可能有時你不說 固長也會看到 他都會很細心跟你分析 其實之前有同一個問題 我也問了他幾次 他都很耐心地解釋給我聽 因為始終他都知道 大家都會經歷過這個時間 他就不會覺得 為什麼你點擊都不明白 他就會很耐心地教你 這件事都真的很感謝他 謝謝 謝謝 你看那邊 是呀, 或者你再加一瓶瓶 我又沒加了 好, 誰要吃飯 吃飯 劍的, 先放上來 很難看 我這樣做, 手指的, 手指的 沒有人像, 我看周星馳 我看一看 本帳, 可以放下袋子嗎 我今晚跟車 好, 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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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樓, 基本上對自己是特別的 在他手上拿到一分 自己的身體很難 好, 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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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練習, 去落場爭 爭取最好的成績 每一年 現在身份不同了 我帶學生 那些學生 其實就是我 那個情況幾不同的 我可以看上自己 因為不多不少 我的學生其實就是我的影子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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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獎牌等在那裡給你拿的 全世界都在一起掌握那個名詞 每個個都 你以為你用了十個小時去練 原來對方用了二十個小時去練 一定會比你更加厲害 都是那句 努力吧 沒有 下到場才知道自己 平時練習的成果去到多少 你回答得出 我經常都說 你自己還在修練的時間 你一回答出來 你就會跟所有人咬 踏入戰場 常在戰場 什麼時候都是 對 其實很多 我的朋友都問我 究竟為什麼 你會去學劍術 其實反過來 不是我去學 是他選我 是啊, 其實是他選我 可能這句話就很遠 為什麼他選你 明顯是你喜歡他才學 其實不一定 你喜歡他學 不是一定代表你學得成 是啊, 就是說 其實是兩樣東西 相互相成 其實可能完全是他選我 是啊, 世事緣分 緣分的事情很難說 可能 他覺得 這麼巧這件事是對你 他就會自自然去吸引你 或者你 以前 有些原因 帶下來 所以你現在被他吸引 大家相互相成 是啊, 可能跟他 可能跟刀劍 不一定跟他的 可能跟刀劍 其實都是一些未完的緣分 繼續下去 這樣 是 對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